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香港 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那么这次呢 我将和香港中乐团一起合作 郭文景老师的作品音乐会当中的一部作品 叫做《绸空山》 是位竹笛耳朵的协奏曲 应该说我非常非常喜爱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呢 我曾经带着它到全世界几十多国家演出过 它有两个版本 有交响乐队协奏的版本 很多国外的自民乐团都演奏过 比如说像德国的班贝克教育乐团 包括BBC教育乐团等等 那么跟中乐团的乐队合作呢 我们上海民众乐团演过 包括中国广东民众乐团演过 中国青年民众乐团演过 那么这次由香港中乐团来演绎 我觉得非常的期待 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乐曲的享受 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呢 这部作品我是非常非常的喜爱的 首先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它是一个技巧极为复杂 很高难度的一个作品 可以说目前在不光是主题 是整个民族契乐当中吧 属于是李承飞式的翘楚型的一个作品 在难度上面也是这样 那么它三个乐章分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笛子 比如说西调的曲笛 小技调的包笔和一根低音大笔 那在每一根笛子上面都有不同的技巧难度的展现 那么从音乐上来讲呢 这个作品更使我非常的喜爱 甚至很敬佩作曲家的原因 那它的音乐是非常宽阔的 非常宽阔的 我每次演出这个作品 就觉得自己好 挑衅看到了一幅非常泼墨 色彩很浓烈的中国的国画 山水画 意境非常浓郁 而且大家知道像笛子这样的一个乐器呢 通常会表现的都是比较欢快的 活泼的 很灵巧的这样的作品 喜悦型的 那么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笛子的表现力的另外一种方面 它可以表现那种戏剧性很强的音乐 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力量的一个作品 那么我非常期待观众可以从我的音乐当中 听到我刚刚的这些介绍 再一次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